这是一种不起眼的生物 小小的眼睛 短短的触角 一到晚上就变得非常凶猛 一条小鱼丢下去 三四个小时就被吃得精光 小鲁虽小威力很大 他靠这种东风锣 年转百万 却不幸遭遇了惊天灾难 而他人生有个小目标 要靠这种鱼成为百万富翁 至少要个一百万以上 我觉得不多 很简单 很容易的事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这种鱼让它深陷困境 看海南省的王志彪和杨猛 如何绝地反击 在可爱又凶猛的小动物上 发现商机实现财富和梦想 欢迎收看支付金 海南我们国家的度假胜利 如今到海南省旅游 很多人都要到码头上去体验一次买海鲜的特殊经历 今天咱们节目的两位主人公杨猛和王志彪都在海南 他们就是在这里发现了两种很受市场欢迎的小动物 而且还靠着它们实现了年赚百万的人生小目标 这里是位于海南省三亚市渔港街的水产码头 早晨七点 回港的渔船刚一靠岸 码头上立马变得热闹非凡 来三亚度假的游客和商贩们挤在一起共同抢货 成为了这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码头上交易的时间非常有限 只有不到两个小时 此时人群当中有一个人正在焦急的寻找 如果错过了这段收获的高峰 他将整天都一无所获 他叫杨猛专程从海口市赶来 在这之前 他已经跑遍福建广州的近十个码头都失望而归 杨猛对这些鱼虾并不感兴趣 他来这里只是为了找寻一种锣 你要找什么东西啊 到这边来找那个东风螺 大哥 大哥 有没有那东风螺啊 没有 能找得到哦 找不到 现在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啊 因为那些钱太贵了 以前抓的人很多 现在越来越少 很难抓得到了 像这种鱼的话 两三块钱这样 东风螺如果是在海边抓到的东方 起码有五十块钱到六十块钱 东风螺价格相对较高 杨猛已经在码头上赚了一个多钟头 仍然没有找到 他非常着急 一边找一边向当地的商贩打听 但依旧没有收获 甚至很多人根本都不知道 东风螺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东风螺听说过吗 没有没有 东风螺啊 没有 不懂不懂 在码头上赚了好几圈 就连经常跟海鲜打交道的鱼贩子 都很少听说过东风螺 那么东风螺究竟是什么东西 杨猛又为什么非找他不可能 码头上搜寻卫果 杨猛打算自己出海 置身茫茫大海之中 杨猛非常冒险 他只搭了个浮板 就直接飘了出去 海上的风浪一阵接了一阵 要是掉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 航行了十多公里以后 我们终于见到了 他要找的东风螺 有吗 最晚还可以 最晚还捞到 今天还是要有东西 跟这样吧 这种就是东风花螺 这螺你一捞上来 它就有一种丰鸣的反对 东风螺又称 方斑东风螺花螺 是一种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海域的 食肉性贝类 东风螺由于个头小 藏在泥沙里横不起眼 从前海南的渔民们 都只把它当作小杂螺处理 就算顺带捞上来 也难逃被扔掉的命运 从来不曾有人 把东风螺放在野里 像这么大的螺在这边是非常不吸引的 以前就是说我们只能是拿这螺自己煮的来吸的 市场上没有这种螺的销路嘛 趴不出去市场 因为不知道往哪销 以前 翁田镇根本不会有人专程出海去捕捞东风螺 然而就是这种大家都瞧不上眼的螺 杨猛一年时间就创造了财富三百多万 还成立了合作社 带领大家一起致富 现在杨猛所在的海南省文昌市翁田镇 已经建起了大大小小的上百个螺场 然而当记者问起关于东风螺的养殖过程时 却所有人都脸色一变 仿佛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噩梦 人也没了 房子也没了 这代海域基本上都这样 大家看到就怕了 要再来一个就完蛋了 能赚钱的东风螺 为何会让村民们病得如此后怕 杨猛养殖东风螺 又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终点小一点 记者前去采访的时候 杨猛把我们带到了它的螺场 东风螺是一种咒服夜出的生物 据说一到晚上 它就会变得十分凶猛 哪有螺 都藏在沙子里面了 只能看到一点 对 只能看到它的手脚 晚上会出来找东西 白鲜就是尝在沙子里面 平时东风螺喜欢把自己埋在泥沙当中 一旦闻到味道 就立刻出来捕食 甚至还能吃掉一条 比它大好几十倍的鱼 一条小鱼丢进去 满池子的东风螺 立刻就被唤醒了 东风螺集体出动 不到十秒钟的时间 整条鱼全被包裹了起来 据说它们觅食非常凶猛 只要三四个小时 就能把一条鱼吃得金光 记者在杨蒙的罗池里看到 到处都是这样 被吃剩下的鱼骨鱼刺 让人感觉毛骨悚然 来吧 它不会咬我吧 不 我好痒啊 不是要吃鱼吗 它会吃我的手吗 哎呀 我觉得它在吸我 不会不会 它有粘液的 它就靠这种粘液爬行 一粘上去的话 贴得很简单 它那个现在它吸盘出来了 它就靠这个点点吃 因为我们刚才是手上已经 拿过那个鱼 有点轻味在手上 它现在就是闻味道 几十普时的东西 是有带有欣慰的东西 东风罗靠纹管吸食 平时这条纹管 就藏在头部下方的口气当中 东风罗吃起东西来十分凶猛 是海洋中为数不多的食肉性贝类 过去 他们身居在海底泥沙里 不为世人所知 那么杨蒙又是如何在东风罗上 发现商机 年赚百万的呢 2010年 在外跑市场时杨蒙发现 在广东福建等地 正在兴起吃东风罗 东风罗用水白灼 爆炒之后 爽脆弹牙 很受欢迎 外地已经有人在人工养殖 只是还没有大范围普及 看好商机说干就干 2011年杨蒙和两位朋友共同投资一百万元 在老家 翁田镇茂山村建起了七十八个罗池 记者前去采访的时候 杨蒙正在罗池里捞鱼骨鱼刺 据说他的上万只东风罗一天就能吃掉五百多斤鱼 而且所有肉都被吃得干干净净 东风罗的眼睛很小 只有两个黑点 虽然视力不太好 但他嗅觉非常灵敏 拍摄时 我们刚放上去一条小鱼 他就迫不及待地爬了过去 他一会儿就要爬过去 对对对 等一下 东风罗靠富足匍匐爬行 磁性的罗尤其喜欢爬出水迷的映电 附在池面上活动 已经在外面了 就不要吃了 对对对 只有肉了 没有活了 肉和分离 洗掉了 最好不要洗掉 2011年的时候 东风螺对于茂山村的人们来说 还是一项新鲜事物 杨蒙把煮好的螺送给大家品尝 他们用手剥 用嘴吸 就连怎么吃都还搞不清楚 用牙心才是吸的最好方法 这样 这味道非常好的 2012年 大家看杨蒙抓了钱 加上东风螺开始流行 村民们就跟着扬起了东风螺 2011年到2013年 市场紧俏 杨蒙每年销售额都有100多万 可那时候 谁也没有想到 一场空前的灾难 正在悄悄降临 2014年7月18号下午3点半 17级超强台风威马逊登陆海南 这是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的台风 而台风就在杨蒙所在的文昌市翁田镇登陆 人们家园被毁满目疮疑 翁田镇的所有罗厂全部遭遇重疮 台风过去之后 整整一个月断水断电 眼睁睁看东风螺死掉 农民们都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就在杨蒙几乎崩溃之时 他意外地发现 竟然有个别的东风螺还在顽强地存活 危难之中 这些小小的生命 反而成了杨蒙最强的精神之助 现在杨蒙的东风螺已经销往广州 厦门 三亚等地 他正在深圳建立属于自己的档口 预计2017年实现年销售额300万元 而与此同时 海南的另一个人也在寻找一种鱼 据说只要找到了 就能帮他实现年赚百万的小目标 找了一圈后 都没有王志彪要的那种鱼 于是王志彪不再耽搁功夫 立刻转战到了第二个地方 唐门镇 这里是唐门镇的码头 海里上来的鱼通常在岸上就会被卖掉 这里的鱼大多是用来吃的 可王志彪要找的鱼 却并不是用来吃 而是用来看的 这些就是王志彪要找的 名叫小丑鱼 小丑鱼是对雀雕科海魁鱼 亚科鱼类的俗称 因为脸上多有一条或两条白色的条纹 好似马戏团中的小丑而得名 是一种热带咸水鱼 人们熟知通常的有公子小丑鱼和红小丑鱼 王志彪要找的也正是这两种 记者一路跟随王志彪找鱼 也见识到了很多稀奇的品种 这种鱼怎么这么多呀 这是狗头 这种鱼长得一排跟人一样的大门牙 咬咬咬咬咬 它有牙齿是吗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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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齿小时候都会咬碎的 像那个船一样 这个就叫夜光叶 奇奇怪怪的鱼有很多 就是没有王志彪要找的野生小丑鱼 即使很难 他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像这样出来照尋 因为小丑鱼能给王志彪带来很多的财富 即使最小的鱼批发价也要10块钱一条 在市场上还供不应求 王志彪当初就是看到了这个商机 所以才开始养只小丑鱼 他觉得这个东西赚钱太容易了 然而小丑鱼的财富真的是唾手可得吗 王志彪的跨行创业在实际中究竟会怎样呢 2002年王志彪从穷州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医药销售行业 十年过去了 尽管他做到了销售经理的职位 可并没有存下太多钱 三十而立之后 他想要转行 2012年的一天 王志彪跟随朋友来到南海水产研究所 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小丑鱼 并迅速爱上了他们 朋友刚好做起相关课题 并告诉王志彪 小丑鱼作为观赏鱼很受市场欢迎 但繁殖起来比较困难 海水观赏鱼最一般的95都是靠野生捕捞的 小丑鱼在海水市场里面它销量常年都是稳基第一 回到海南之后 王志彪辞了工作 来到研究所边打工边学习小丑鱼的相关知识 四个月的时间 王志彪孵化出了将近四万条小丑鱼 他觉得创业太简单了 他还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小目标 王志彪的这笔账原来是这么算的 一对鱼每次产两千条 每个月产两次 每条卖十块钱 一对鱼每月就能产生四万元的效益 而它有一百多对鱼 即使小鱼成活率按照百分之十计算 那么保守估计 每个月也能赚到四十万 然而一个跟赚钱最紧密的问题 却恰恰被他忽略 最后差点害得他只能跑路 王志彪从各个地方的水族馆 购买了一百一十四顿小丑鱼 编上号码 在水中放上瓦片 以便于他们产卵 你们筛一下 这是哪个工哪个是木 大的呗 小丑鱼是两性鱼 两者相遇 较强的则变为母鱼 个头也会越来越大 王志彪自以为对小丑鱼很了解 然而2013年足足养了一年时间 按照他的预期 小丑鱼都该产卵了 但池子里却没有任何动静 王志彪每天都驻扎在场里 一个人喂鱼 一个人说话 最大的声音 可能就是鱼水打在房顶上 整天就蹲这里喂鱼吃饭 喂鱼吃饭 你还看到吗 我那朋友过来 你都蹲傻 王志彪几乎每天都在期待鱼卵的出现 然而半年过去了 眼看着天气逐渐转冷 小丑鱼只是零星地产下一些卵 孵出的鱼不到5000条 他赔钱了 随后王志彪找了很多人询问原因 才发现一开始他就想错了 从小鱼到青鱼 它成熟的话 快的话是一年可以 要达到它产卵高峰 要到两到三年的时间 原来王志彪买回来的小丑鱼 至少需要三年的培育期才可以产卵 他在研究所喂养的鱼半年就能产卵 是因为已经达到了性成熟 一想到自己的小丑鱼 要推迟两到三年才能赚钱 王志彪头都大了 如果继续养殖小丑鱼 则意味着今后至少一年多的时间里 它都不会赚钱 算了算当初那个一年要赚一百万的小目标 恐怕是有点来不及了 王志彪急需找到一个能在短期实现收益的项目 贴补小丑鱼 于是就养起了东风锣 然而2014年5月 东风锣还没有养好 王志彪又跑到海边去捡起了海参 还把它们神神秘秘地带回了锣场 这究竟是要做什么呢 小小的 它叫狱卒海参 形状似蜡肠 在王志彪的罗池中 有很多它捡回来的海参 应急反应下狱卒海参还会吐出白色粘液 因为粘合性很大 可以起到暂时止血的作用 不过王志彪把它们捡回来 却别有用处 看 你看是吧 对对对 一条一条的 这个就是海参的大便 其实它就是沙的 它过滤出来的沙很干净 是吧 原来王志彪采用的新型养殖方法 就是在东风罗池中放入海参 让它们二者共存 绿族参能够吃沙土沙 从而达到清洁沙子中杂质的作用 2015年3月 王志彪的东风罗成功上市 悉心照料的小丑鱼也开始大量产卵 王志彪的小丑鱼孵化率达到90%以上 东风罗最高售价每斤达到50元 一年时间就赚了将近百万 2016年 王志彪销售额200多万 他还被农业部评为了全国新型职业农民 创业始终是孤单的 也是不被人理解的 这条路充满荆棘 有人走到底了 有人中途离场 杨猛靠布齐尔的东风罗成就了财富 而王志彪则靠他曲线救国 挽救了自己的生意 实现心中的小目标 创业路上最难得是坚持 王志彪和杨猛最终坚持了下来 他们也就离梦想越来越近了 定下一个小目标 其实是人生成功的大秘诀 靠着坚持和努力 杨猛和王志彪一步一步的向目标靠近 问了 您的小目标又是什么呢 是否已经为之努力了呢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 您在收看农业节目的同时 不要忘记拿起手机参与摇摇互动 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摇一摇摇TV 获得惊喜福利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浏览查询 您还可以直接扫描 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致富金官方微信 获取更多致富信息 广告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致富金下期节目 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他人美歌田会赚钱 四十天花掉一百万 只为了藏在深山里的宝 他把乡亲们司空见惯的东西 变成炙手可热的商品 让大山聚足了人气 看秋香如何在深山里 美美的赚钱